《文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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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出社会那一天 他还跟我讲说 妈妈我要上班了 半个小时以后 电话就来了 他说你儿子在诚打那边 那个时候 那个刑警根本都没办法接受 我差不多三四天 社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捐 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我儿子的那个房间 我就把他的抽屉一拉 就看到我儿子的那个器官见证卡 突然间我就浮现上人的话 无用而有用 器官见证可以去救人 还可以救那么多人 就到医院去给我儿子讲 妈妈就顺你的意思 那一段时间我就走不出来 也刚好我一个资深 他一直叫我出来做食器 我就投入到医疗这个器官 因为到医院的时候 可以看到生老病死 我认为说我很苦 可是到那边去 可以看到比我们更苦的 才知道说我们还是比他们幸福很多 自己改变了我 改变了我 改变很多 想要发脾气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超学倾诉 就把那个心情慢慢就给他压下去 你只要说你学一两行 心情就放松了 可以拜计 可以念计 可以做自己 有多好 对啊 以前是黑白的 现在就是彩色了 充满了期望 帮助我 靠近 祝福 靠近 离 靠近 离